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玩具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本人之前拿到的 超級英雄的盲包裡面的 兩隻比較特別的超級英雄 這算是沖繩琉球 就是所謂的 離台灣最近的 日本地區沖繩琉球 死淵島那邊 所 自己 應該說是 這算官方嗎 應該說是他們自己 所辦理的 特色英雄 這不算假面騎士也不是屬於 戰隊他就是特色英雄 特色騙了一種 就歸類上是特色英雄 然後比較有趣一點是 我後來google後發現好像 有些國家有跟他們買版 有些東南亞的國家 好像有跟他們買版權 我不是很確定 主要角色是這個 流心馬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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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很確定我唸的 對不對 翻譯成名字應該是流神 然後流神的 所謂的來源應該是 所謂的沖繩石師 就是在一些沖繩的那種 古老建築或者是廟 或者一些基本上 有點像我們金門的風師也 就是只要你想得到的地方 好像我看他們都可以放 然後一些工藝品店也會出現 那個所謂的沖繩石師子 那沖繩石師子 我有去google他們的日文發言 但我覺得我唸起來很奇怪 跟他們唸的不太一樣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然後這次算是第一 所謂的流神 流心馬里亞 我到底在說什麼 沖繩流神的特色在對 流心馬里 馬路亞 的第一主角 流神啊 就我們講的獅子神 後面是這裡 這應該是叫流神 後面這樣子 基本上是一個 這是大概六吋的軟膠 先講它本身可動性 比例講 跟一般我們講的 兒童軟膠有點像 腰可以動 但它這一種 臉頭都不能動 我覺得蠻特別的 然後手是可以彎的 然後並沒有附任何的武器 底部這樣子 這邊有授權的標誌 其實網路台灣也買得到 我不知道 因為我之前去 我有去過十元島的時候 我有看到他們的官方海報 在宣傳什麼活動 然後他是有用他的標誌來宣傳 但本人是坐船去啊 那時候是坐十元島的船去 是太平什麼什麼 曆星郵輪的什麼 星號的去啊 所以只看到海報啊 並不能去看啊 有點可惜啊 這是流神 然後原型是所謂的沖繩石屍啊 就那種類似我們的風獅野 後面這樣子 這邊注意看是有個 中文的流字啊 後面這樣子 前面這樣 然後頭部的部分 注意看是一個獅子頭啊 其實蠻有趣的啦 側面這樣子 轉一圈 底部是這樣子啊 這邊 這個有點類似 這邊其實有點圖案 側面這樣 手臂這樣 最主要特色是 所謂的頭部是一個獅子啊 然後第二個 這個算是第二男主角啊 這是所謂的龍神啊 然後我一開始他是蛇 但後來發現我搞錯了 他是龍啊 側面這樣子 正面這樣子 轉一圈 這算是第二男主角 他其實還有一個女主角啊 主要角色好像是五個人啊 但我說真的 我沒有看過他們的 他們的影片啊 雖然有在網路上看過 看過他們的 所謂的主題曲啊 但說他們的內容 基本上就是 什麼的 我還真的沒有去搞 但他有出漫畫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搜尋看看 我是不知道我沒有中文版啊 這是 沖繩琉球那邊的特色英雄啊 流星 馬路亞 對 然後原型 是石獅子 所謂的沖繩石獅 跟所謂的龍神啊 有興趣的朋友 這兩隻在網路都可以賣 如果有去沖繩琉球 所謂的 南日本地區 應該都可以看得到 這一些的販售的商品啊 那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裡啊 這是 沖繩的特色英雄 流星馬利亞 我真的聽不懂我在念什麼